百万宝石捷蓝腰撞车 车毁两人伤 受伤女驾驶被救护人员合力抬上救护车 车祸现场淫灰色小客车 侧身板金凹陷 白色宝石捷则车头全毁 安全气囊都爆了出来 这起车祸发生在昨天凌晨2点多 高雄市院井桥旁 驾驶百万的宝石捷蓝腰撞上小客车后 两车同时甩到桥边撞上号制灯杆才停下 小客车女驾驶一度受困车内 被救出后送医 宝石捷上一名男子也受伤 双方是否涉及酒驾及详细车祸造势原因 人带警方调查 道新闻高雄报导